在这个具有巴洛克式风格的三峡老街上 除了各式台湾小吃 蓝染以及古早童丸等复古怀旧的传统小店 另外一个重要的景点就是享有东方艺术殿堂之称的清水主师庙 位于新北市三峡的清水主师庙有250多年的历史 古称三角涌长福岩 创建于清乾隆34年 曾先后因地震损毁 惨遭日军焚毁和两度重建 第三次改建是在台湾光复之后 由已故的三峡在地艺术家李梅树教授主导规划 设计融合了中国历史文化和寺庙艺术 岩英里梅树本身对于西化素养 也在设计中加入了西洋梅树的色彩 建筑雕刻工程历史40多年完工 一梁一柱都展现了中国传统神庙艺术的极限 清水主师庙的建筑是以木为顶 石为基础 五门三殿的格局 三进九开式的殿堂庙宇 值得一提的是每个屋脊上都有富丽堂皇的装饰 庙里处处可见雕工细腻的精致铜雕 石雕和石科 展现了祖师庙中西合并的特色 也是台湾第一座以铜雕艺术为装饰的庙宇 刻画的内容题材大多出自于中国民间故事和历史典故 与一般庙宇的彩绘装饰大有不同 厢房为两层楼 二楼的两侧为中古楼 看到了这么多虔诚的善男姓女 我也上个香吧 嗯求什么呢 要不然我也学学古人 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哎呦这个愿望是不是太伟大太抽象了 我还是祈求身体健康 旅途平安拍摄顺利吧 接下来请J&V旅行社经理 聊聊他们精心策划的豪华健康养生之旅 大家好 我是JV Travel的经理戴红 我现在要迫不及待的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台湾之行 现在推出有台湾豪华健康养生油 那行程是有七天跟十天 其中包括台北 宜兰 花莲 台东 高雄 台南 日谈 我们最重要的是 我们还有包括健康检查 只要花半天的时间 就可以把详细的检查做完 还有另外我们的特色是 我们有八人坐的宾室豪华商务车 所以你会坐得非常的舒适 我来回跑了十几次精心设计的这个行程 还有我们的酒店是特别安排了 原生态森林度假酒店 里面可以泡温泉 完全放松你一天的疲劳 我们入住的是全台湾最著名的韩碧楼 现在我就住在韩碧楼的地方跟大家分享 行程包括了无菜单料理 日本餐原住民餐等经典特色的菜 我们的旅行社在Bay Area已经有超过三十几年了 我们有三个location 大家有兴趣赶快跟我们联络 或者是你们上网到 www.myhealthjourney.net查询 感谢台湾观光局 J&V Travel为我们安排了健康养生行程 节目最后提醒各位旅客 到台湾后如果没有当地的手机 没有WiFi是不是很不方便呢 看看我发现了什么 这个就是台湾的旅客服务中心 你到了机场之后呢 因为在台湾如果没有手机号码的话呢 可能不方便 所以台湾呢非常贴心 特别提供了这个iTaiwan 就是这个免费的WiFi服务 所以呢旅客呢 只要拿着你的护照来这边登记以后 他就会给你的账户 所以你到很多地方呢 公共场合呢 都可以免费的使用iTaiwan的WiFi哦 来帮我登记一下好吗 谢谢 这次来到了三峡大阪跟森林园区 我真的是有了完全不同的体验 我泡了高等级的美人汤 而且还到了这个西游的亚热带雨林呢 去看了里面非常多的奇观 西游的树木还有昆虫 那来到这里呢 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在这个森林里面漫步 就是为了减压呼吸新淹空气 让身心灵得到放松 所以呢今天来到这里 我们从旧军山老友回来 在这边呢一定要留下美丽的回忆 有人说这个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凡吃过必留下证据 吃也吃了玩也玩了 最后我们要一起在这边做运动 Hello 大家来 join me 在雨林里面做运动 大家观众一起站起来 跟我们做运动哦 OK 我们跟着可疑去旅行 大家再会 拜拜 接下来我们的行程是什么呢 台湾的医疗品质和设施 全球有目共睹 名利也前茅 下一集节目中 我们将一起去看看 台湾独特的健检服务 如何在旅游中有效率的 为自己做一个身体健康检查 同时还可以在山林中 享受酒庄提供的 无菜单料理养生美食 这一遍 薄施